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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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球非常非常精彩 踢球之前 跑步去萬城球場的附近 其實有點後悔 因為今天 其實英國只有零下 幾度 所以現在一跑就覺得 好冷 不過為了保持健康 好冷,快點跑回去 YO!大家好! 今天就來到Manchester 為什麼會無端端來到Manchester呢? 事緣就是球坦波菲特 贊助了今晚晚 曼城對熱似的Hospitating門票 當然就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這次也不是我第一次來到 曼城的ATS Stadium看球 之前也有在車道士作客 曼城的比賽也有來過 不過之前也有拍片 但每次車道士都輸球 輸球就沒有心情 所以就沒有剪到片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曼城的ATS Stadium看球 如果有時間的話 不用急進去球場 因為其實曼城球場 外圍的面積很大 所以可以花點時間在外圍參觀一下 而去ATS Stadium 很多人都會選擇 曼城斯特的Tram 類似香港的輕鐵 大家可以在ATS Campus站 或者Fellow Park站下車 一如我所說 曼城這個球場的外圍 真的有很多東西值得參觀 而最值得看的就是明宿同將 暫時有三位 其中一位就是大衛思華 而另一位就是前曼城隊長中堅金賓尼 而最後一位 見到都知道是哪一幕 阿古路為曼城奠定首過英超的入球 徐三慶祝一幕 可以說是曼城球會歷史上最歷史性的時刻 如果大家來到ATS Stadium看球之前 上衣校圖 這裏球場外面的小食檔 質素都可以說是挺高 但因為這次我會去到Hospitality區域 所以就沒有吃到 而且曼城都有跟Asahi合作 所以球場外面都有一間Asahi的戶外酒吧 想入場之前喝Asahi山啤 記得要來試一試 當然還有面積很大的球場商店 而球場商店對面都有一個廣場 在某些比賽日應該會有現場的Live Band表演 而球場外面都有些小遊戲玩 例如乒乓球 還有這部比你挑戰萬城球員 玩足球小遊戲的機 走完一輪都不怕盪失路 因為球場外面都有很多類似這些地圖 而今次要去Hospitality就是Kids Bar 在入口衣 保安措施都是基本的 塗你的袋子 而入場之前最好將你的門票 由電郵下載到你的手機上 在入場的時候就可以直接遞手機入場 Kids Bar就在二樓 騰騰轉走兩個圈就到 在入場之後還要派一本當日比賽的場刊給你 萬城的Hospitality給了我一種很 modern的感覺 除了裝修得很漂亮之外 我欣賞他們會加入很多關於萬城和足球元素 就拿今次來到Kids Bar為例 他就用了這麼多年以來萬城的主客場球衣來做主題 Kids Bar的球衣收藏真的有很多 的確可以令你對萬城的歷史有更深入的了解 除了球衣之外還有球鞋 都算符合Kids Bar的主題 而要彈Kids Bar有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面積比較小 開球之前一個小時已經坐滿了人 很多人都要站在那裡 所以如果你想找到位置坐在那裡 建議開球一個小時前就要來到 飲食方面首先介紹一下飲品 這裡的飲品全部都是採用自由針的方法 無論是啤酒、汽水、熱飲都是自己針 好像這部Asahi 山啤機一樣 給了錢之後就可以自己拿杯針 如果你對自己針啤酒的技術沒有信心 就像我一樣可以請附近的職員幫你針 你看他們針得多完美 至於食物方面 喊食就像香港去快餐店那樣 對著螢幕按就可以了 當日我就叫了BBQ Burger 連薯條 價錢就是11磅2毫半 以球場飲食來說都不算貴 而Burger的大小適中 吃完都有飽肚感 芝士醬給得很大方 你看都快寫出來 而味道方面 漢堡扒沒什麼特別 但這個包好吃在上面的BBQ手絲豬肉 很多燒烤醬 豬肉入味得來又不會乾 至於薯條方面 調味夠又夠脆 不過就不是新鮮炸出來 略嫌就不夠熱 曼城球星卡爾博加都有說過 曼城隊內的飲食是很高質素 想不到就連球場內的飲食都是這麼好的 至於走出球場都是很方便 由Kiss Park推門出去就是球場 至於座位更加有軟墊 舒服很多 今天這個位置就是球場的中層位置 雖然跟草地的距離不是很近 但在比賽方面 這個角度的距離 可以說是非常合適 我講了很久 曼城的球場很漂亮 很現代化 他的賽前燈光表現 可以說是我看過最漂亮 奢華程度 就像拉斯維加斯賭場一樣 奢華過後就是溫慶時刻 全場賽前大合唱The Beatles的Hei Jun 奢華過後就是溫慶時刻 還唱了曼城會歌Blue Moon 晚上來看球場 整個鋪排都是一絕的 0 欣賞 10秒 好 Toni Change 不! 半場熱智正勝2比0 現在氣溫是1度,所以是很冷很冷的 不過買Hospitality門跳有好處就是 你半場的時候可以回到酒吧 不說那麼多,先回到酒吧 半場回到Kiss Bar除了取暖之外還可以免費拿飲品 有一排的Azahi啤酒任飲 而上排一罐罐其實就是罐裝的紅白酒 相比起阿仙奴遊長球場的Hospitality 半場阿仙奴就只有限量啤酒,手快有手萬母 Kiss Bar的半場免費飲品很大方 基本上都是放題給你喝的 有件事一定要分享 就是剛剛去完晚城的廁所 一般球場的廁所大家都覺得很髒 但晚城的廁所是香的 最好的連日連拒 為什麽 2個 2個 1個 3個 3個 2個 2個 1個 1個 3個 2個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即使大家不是曼城球迷也好 我都非常推介你們來到這個球場看球 我相信這裏的Hospitality 可以令到你和我一樣有所享受 在臨走還有多個提示給大家 如果大家和我一樣搭TRAM離開這個球場的話 記得要去到Etihad Campus這個站 因為以我所知只有這個站開 其他站在比賽之後都會關掉 我又一次去了其他站那裏 但發現是不開的 所以要走到Etihad Campus那個站才有TRAM離開 如果想像我這次這樣享受曼城的Hospitality 記得去球坦波菲特的網站Facebook和IG 下一場的精選推介就是3月14日的歐聯次回合 曼城主場對著來比石 另一個酒吧9320Lounge都只不過是1800元 至於英超門票方面 抵玩之選就有2月11日富咸隊諾定咸森林 一場球票都是450元 那段時間如果在倫敦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現在很多香港人都去歐遊 歐洲球隊的門票都有不少優惠 去到旅遊熱點巴黎 就當然要去王子公園球場看PSG 2月5日PSG對陶盧茲門票1400元 其他歐洲地方就有歐霸祖雲達斯主場對藍特 1050元和燕茲分主場對著西維爾1400元 除了五大聯賽之外 歐洲其他聯賽好像荷甲、比甲、蒲超都有門票出售 在這裏再次感謝球坦波菲特賺了這次體波門票 今集就來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